朋友们在今天全球各地重要新闻 我们首先从美国方面的开始 那么和我们德州相关或者说和Houston相关的自家的消息 自家的新闻我们第一个关心 我们先看关于HISD 休斯顿独立学区 这也是德州数一数二的第一大的学区 现在新任命的学区总监Mike Miles 他现在正式走马上任了 而新冠上任三把火 Mike Miles也有他新的政策新的要求新的规则 在Mike Miles的第一批 他自己的董事会内的成员 还包括了HISD原来的工作人员 还有呢他的以往的就是Charter School的 这个是管理人员 他的这个Charter School的雇员 和来自德州各地的教育分析师都凝聚在一块 而礼拜一昨天宣布Mike Miles 他任命了我们就是 他的任命就是在我们德州方面 在休斯顿方面要接管18万7千名的学区 学生18万7千名的学生 HISD休斯顿独立学区 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那么在HISD在本地的官员都已经通知了 我们说总部吧 或者是这个主要的工作办公室 在和工作人员在新的规则里边 夏天是礼拜五也要工作的 并不是像以往 他们只是礼拜一到礼拜四 每天工作10个小时 等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 就放假了 那么在一二三四的时候 多工作两个小时每一天 另外呢在相关的官员也发布了 包括了Cashmere Whitley 还有North Forest 这一些高级 这个是这一些地方啊 有29所学校的教职员工 他们必须要重新的再Re-Apply 重新的再来申请他们的工作 那么休斯顿教育协会的主席 在Williams在昨天就说 其实教师们教职员们都已经准备好 要和新任的学区总监合作 但是呢不能够允许这个新上任的学区总监 欺负教育工作者 在现在休斯顿教育协会的主席 Williams说呢 这个要求教师通过重新申请和再度面试的过程 来确认保有他们的工作 这是一个错误的 他说HISD的问题其实是系统性的 而他的根源就是德州的州长和立法机构 在过去的历史 过去的这个日子 都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给HISD 那么这没有办法用在课堂的资源 也没有办法让大多数的HISD 这个休斯顿独立学区的学生 获得就是他们在学习方面所需要的协助 还包括了医疗保健在内的这一些协助在内 好这是关于在HISD方面的消息 下边呢我们在看到的呢 就是在休斯顿东区 在休斯顿东边的这个社区呢 会常常会有火车停摆在铁轨上 那么在铁轨呢通过的这些交通的路段 或者社区或者学校的这个中间呢 影响到在当地居民很大的交通的便利通行的问题 现在呢休斯顿获得了3690万美金的联邦拨款 用于来建造会造成就是铁路停摆的区域有地下通道 作为在West Belt改善项目的一部分 那么它将会关闭7个平交道的铁路口 并且呢还会就是在不同的交叉路口 建造4个地下的通道 它的目的呢就是在尽量的减少在休斯顿这个东区啊 在运货的货车会停下来啊 在这边停在铁轨上平交道上 所以呢现在在得到了联邦政府拨款的协助 现在这一个计划可以继续的往下走 好这些这两个是和我们休斯顿相关的 接着我们看美国方面的新闻 其他方面包括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已经在昨天宣布问鼎白宫 要代表共和党赢得2024年总统大雪 那么这样子也代表他会和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共和党内的初雪就要展开较量了 另外呢在美国国务院亚太助亲康达 昨天也与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会谈 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两岸议题交换意见 美国方面官员明确表示 美国将会积极的参与竞争 并且捍卫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 根据在这个会谈的摘要 作为美中保持开放沟通管道 与巩固两国近期高层外交努力的一部分 双方在近日是进行的是坦诚 而且负成效的讨论 另外呢在这里也看到 美国和印度呢 已经完成了未来数年的国防产业合作路线图 由于美国和印度现在都在因应 来自中国经济崛起和越来越强势的好战态度 这两国的国防部长会面共商强化的就是双边伙伴关系 另外呢对于在华盛顿方面也报道 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日前执行穿越台海任务期间 美军飞弹驱逐舰遭到中共军舰的逼近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 也因此谴责在中国当局在台海与南海行动日益挑衅 提出警告就是这类行为是恐怕会酿成伤亡 接着很快的看一下在美国的经济方面 昨天礼拜一美国的股市是往下跌 投资人评估联准会是否可能在即将召开的决策会议上暂停升息 而在昨天Apple苹果公司在盘中可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之后就往下跌 苹果收盘下跌了0.8% 新发表的一款名为Vision Pro的扩增实现AR头盔 这是苹果自iPhone问世以来最冒险和最大的赌注 苹果的股价盘中涨幅高达2.2% 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另外在昨天的油价是小幅的上扬 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少不得阿拉伯 承诺从7月起要进一步的减产 每天减产100万头 来因应不利油价的总体经济不利因素 而金价则应声反弹 也因为美国的服务业放缓 让交易人士提高了压注联准会暂停升息 最后看到的是美国监管机构在昨天控告 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和他的执行长赵长鹏 理由就是营运欺骗的网络 这为币安带来更多的压力 消息也拖累了币安 就是比特币盘中重挫6% 跌破了26000美元的关卡触及近三个月的新地记录 好的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您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健 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 这是国际新闻方面 请和我继续的一同关心 来自国际方面的重要报道 在国际新闻第一个 朋友们焦点先看一下 这是利亚德的报道 有一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媒体 关闭7年之后 伊朗将会在今天重新开放驻沙布地阿拉伯大使馆 在中国的获选之下 伊朗和沙布地3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并且重新互派史结团 在利亚德一名外交人士则表示 伊朗大使馆将会在6号下午6点重新开放 新任命的伊朗驻沙布地大使也即会出席 另外在乌克兰方面的报道 英国外交部在昨天说 外向科维利近日抵达基辅访问 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讨讨乌克兰在军事经济等领域所需要的支援 年度国际会议 乌克兰重建会议 在这个月下旬也会在伦敦召开 这是科维利自去年9月就任外交大臣以来 第二次访问基辅 在上一次的访问是在去年11月 而凡提纲也在昨天说教宗方济各他的和平特使意大利书籍主教祖皮已经在昨天启程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乌克兰当局就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解决方案展开两天的会谈 凡提纲在声明中说 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在这两天以教宗特使身份造访基辅 接着在德国和印尼昨天同意加强双方国防合作 并且计划与区域中其他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德国国防部长和印尼的国防部长 是在雅加达一场会议讨论两国日益增长的合作关系 德国和印尼也正在计划与其他的区域伙伴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 只是在目前还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 在两国防长都出席了在新加坡举办的一年一度的 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 另外宏都拉斯的外交部长在昨天说 宏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在这个礼拜将会前往中国访问 为两国三月建交来的第一次 宏都拉斯的外交部长在中国驻宏都拉斯大使馆的开馆典礼上 做了上述的表示 那么这一次宏都拉斯的总统秀玛拉卡斯楚与台湾断交 该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关系 以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面可以寻求更多的投资与 就业的机会 接着我们看一下在北约方面 丹麦的总理在昨天在华府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 那么白宫也利用这一次的会面访问来检视丹麦总理 是否适合成为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一位女性秘书长 现任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计划9月要卸下职务 而根据外交人士说法 现年45岁的弗瑞德里克森已经成为进逐这一个职位的重要人选 弗瑞德里克森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展现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去年在国际舞台展露了头角 他在面对冲突时努力强化西方国家团结也赢得了各界的尊敬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伊斯坦堡的消息 COVID的疫情消退了 航空市场也因此有强劲的复苏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昨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的业界年会中 那么预估2023年航空业的净利可以达到98亿美金 是去年12月预测数字的超过了两倍 在现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去年底预测 2023年业界净利可望达到47亿美金 不过随着全球旅游的活络 协会说今年会有43.5亿人次出行 所以光是客运收入就可以达到5460亿美元 比2022年往上增长了27% 好我们焦点看一下英国 英国现在就要看到哈利王子了 Prince Harry 因为他指控小报发行商 劲爆报业集团 非法收集资讯 也在这个礼拜要出庭作证 他也成为百年来第一位出庭作证的英国王室的高阶成员 我们在新闻方面看一下柬埔寨的消息 这个不是一个漂亮的报道 这是联合国的报告说 缅甸中部和泰国缅甸辽国三国边界金三角地区 近几年已经成为东南亚制毒基地 贩毒集团意图让制造多元化 柬埔寨也逐渐成为这个区域毒品交易的枢纽 和某种程度上的制造基地 报告中说近十年来 东南亚的合成毒品制造和泛育持续成长 特别是甲基安非他命 凯他命的制造和泛育也有成长的趋势 报告中说 由在缅甸的小型武装团体制造的甲基安非他命 现在占比逐年上升 恐怕也会对缅甸和周边国家有不小的影响 而柬埔寨则逐渐的成为区域毒品交易的枢纽 和某种程度上的建造基地 好的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朋友们我们要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一同关心 将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我们看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消息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 就美国财政部以销售设备涉及 Fentanol为由制裁中国实体和个人 表示中国方面对此坚决反对 将坚定地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这是美国政府打击毒品Fentanol 在财政部方面是在上个星期二 5月30号指控中国和墨西哥 有17个实体和个人 协助生产假冒的含Fentanol药丸 并且宣布对他们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表示 已经对总部设在中国的 7个实体和6个个人 以及总部设在墨西哥的一个企业 以及3个个人实施了制裁 好接着再看呢 这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在昨天应约与法国总统万事顾问 伯纳通电话 双方围绕全球性挑战交换了意见 王毅则赞扬法国总统马克宏 最近针对台湾议题的表态 体现的是独立自主 不跟随美国 王毅表示 中欧作为多极化进程两大力量 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双方应该多往合作上想 少往对手上靠 携手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 他也表示 马克宏近期在国际多边平台上的重要表态 体现法国方面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 欧洲各国也应该更积极 同中国方面展开对话和接触 另外在经济表现并不太好 还有加上外资撤离之下 中国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长周强 在昨天表示 中国今年将会持续地扩大市场准入 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以及放宽准入限制 今年并且还会展开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的活动 下边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生育率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呢 中国的生育率往下滑 大陆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口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在大陆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 关于重视一孩生育支持的提案 就说中国总和生育率由2019年的1.25 下降到2022年的1.07 那么一孩生育率由0.7 跌到了0.5 所以专家也说 要警惕终身不婚不育 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了 另外呢 在中国电动车市场 从蓝海逐渐变成了红海了 这个汽车企业为求活下去 是无所不用其极 市场也分析 只要销量是不要利润的这种价格债 有可能会一路地延续到今年的年底 如果今天无法获得市占率 明天可能就要出局 就是这种心态 根据报道呢 今年中国的汽车市场第一季 跟第二季的差异相当大 第一季由于去年的政策透支的原因 导致购买力不足 而第二季市场需求开始复苏 但是呢销量是靠价格债打下来的 所以在现在中国汽车行业竞争激烈 而且洗牌的速度加快了 所以在这个追求销量 不管利润的情形下 中国汽车站的这个价格债 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今年的年底了 好 下边我们看到和台湾相关的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勤康达 昨天与中国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 马昭旭会谈 中国媒体则报道 中国方面针对台湾等重大原则议题 阐明了严正立场 中美双方同意要继续的保持沟通 另外呢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也在昨天会见到访的 对岸新党的代表团 国台办主任宋涛 也转述了王沪宁讲话时提到的是 九二共识 是打破两岸关系僵局的唯一出路 好 最后我们看到的这马斯克了 这个全球电动车巨头 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透露 大陆官方现在正在寻求 在国内推出管制人工智能 就是AI的法规 马斯克并没有进一步的透露更多细节 但可能也是指一项全面性的法律草案 要求新的人工智能产品 在发布前要进行安全评估 确保他们反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好 带给大家 这是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敏杰 在中国新闻之后下边 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新闻主播接报 为朋友们播报 请和我继续的业统关心 来自台湾的最新消息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今天我们首先报道的是 外交部今天举办第三届台司 跨部会经济合作资商会议成果宣言 及了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外交部长吴钊燮 国发会主委共鸣星等应邀出席 双方共签署了一项写定 七项备忘录 进一步的强化台司合作关系 郭明星在会中宣布 中东欧投资基金 将对私国进行第二项投资案 投资对象是一间 处理智慧城市的公司 规划投入300万欧元 大约新台币9800多万元 预计6月底完成相关作业 郭明星说 经过国发基金 或者是中东欧的投资基金 所审议通过的案子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案子 所以如果斯洛伐克 这家公司上市的话 应该很值得去投资 率团来访的斯洛伐克 经济部政务次长 史维茨表示 台司跨部会的经济合作 资商会议跟相关论团 将创造更多投资机会 有助于经济成长跟互利互惠 同时也乐见双方持续地沟通交流 各领域的合作计划 并落实在这一次签书的备忘录 期待与欢迎台湾代表团届时 造访私国 召开第四届经济合作资商会议 赞英文总统今天接见 史瓦地尼王国副总理马苏库 总统在接见时重申 台湾是国际社会良善的力量 有能力也有意愿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心力 总统说 我要重申台湾是国际社会良善的力量 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守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心力 未来我们会继续跟史瓦地尼 以及国际伙伴加强合作 互惠互助 共创繁荣 马苏库致此时也表示 台湾能够为世界带来可观的贡献 因此史瓦地尼将会持续发生 支持台湾纳入国际组织 全球性的论坛跟联合国体系 美国军舰日前航经台湾海峡 遭中共解放军军舰近距离的横切 外交部今天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 中方的行径危险而且极具挑衅 这种身高紧张和危险的举措 无助于区域的安全 外交部重申 台海是国际水域 包括美国与加拿大军舰 进行符合国际法的行动 我国一向予以尊重 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说 维护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发展 是全球自由民主国家共同的责任 任何身高紧张及危险的举措 都无助于区域的安全 蔡英文总统今天也出席了112年上半年 陆海空军进任将官续勉典礼 总统致辞时表示 政府持续推动国防自主 并逐步落实国防改革 加强国防战力和任性 他期许进任将官们 强化部队的训练跟士气 并落实人才的培育 提升国军的整体素质 总统说 今天的进任是一份荣耀 也是对各位更远大的期许 我期许各位 未来能够运用领导统育 强化部队的训练和士气 也要落实人才的培育 提升国军整体的素质 另外 专属18到21岁的青年 1200点的文化成年礼金 今天正式开放开始领取使用 适逢毕业季 文化部特别选在 台北中山女高举办启用仪式 蔡英文总统也以学姐身份出席 送上台湾首次发放的文化成年礼 鼓励大家踊跃领取 体验各项文化活动 成为这种台湾孩子 总统说 那我要鼓励大家 拿到成年礼金后 可以走进书店 博物馆 电影院 或者是艺术场馆 透过文化体验来成年 成为政党的 贱港 台湾孩子 那么勇敢的尝试 大胆的体恋 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 也就是我对大家的期许 文化部长史哲也强调 文化成年理性上路 等于是跟上欧洲的脚步 在年轻人身上 给予人生一笔资源 体验台湾的文化之美 别具异议 史哲说 我们是用自己的文化的体验 来证明我们自己 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一个开启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文化自信的很重要的展现 也是对于我们自己 国家的小朋友 孩子 作为产党大人之中 能够更加认同 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宣誓的意义 遭指控涉及性骚扰的 总统府资政 严志发 今天再度发表声明 表示撤回之前提出的 刑事诉讼 并且已经向蔡英文总统 请辞资政一职 会全力配合调查 他并强调 性骚扰的指控是莫须有 希望调查结果 能够还他公道 一名小英之友会的前员工 日前指控 总统府资政 严志发涉及性骚扰 严志发5号发表声明 表示他已提出刑事诉讼 期盼能厘清案件真相 此举引发质疑 不但国民党立愿党团 要求总统府面对 民进党立愿党团 也表示不支持 加害者提告的行为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 另外针对民进党立委 范云指国民党立委 陈雪生的性骚扰案 台北地方法院 今天二审宣判 陈雪生应赔偿范云 新台币8万元确定 范云对此表示 虽然他胜诉 但是他没有高兴的感觉 他将把全数获赔的金额捐出 继续改变对受害人 不友善的法律和文化 范云说 我开始公开抗议到现在 这三年来这么的辛苦 我要谢谢这些冷嘲热讽 他让我经历 心骚扰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是多么的艰辛 作为立法委员 我要把这样的一个经验 转化成修法的动力 而陈雪生则发出声明 大叹司法已死 强调自己并没有性骚扰的意图 但今后仍然会在性别议题上 谦虚的学习 近日 RESU脸书社团 充斥大量偷拍外流的私密影片 引发关注和争议 卫福部保护服务司司长 张秀渊今天表示 截至昨天 卫福部性影像处理中心 已经接获一件被害人申诉案 和13件民众检举案 该中心已经协助移除 被害人的影像 至于民众检举案 已经向脸书反映 目前已经有多条连结失效 张秀渊说 针对最近脸书等社群媒体 出现了多个以RESU为开头的社团 分享散布私密跟偷拍影像 引发关注 刑事警察局今天表示 已经主动追查侦办当中 警政署也呼吁 民众如果发现私密影像 未经同意遭外流 可以向卫福部性影像处理中心申诉 同时保留证据向警方报案 乔委会今年举办2023年 全球杰出乔生校友颁奖典礼 今年从乔务贡献类 企业工商类 社会工艺类 学术成就类和文化体育类 选拔出共18位得奖人 乔委会副委员长阮昭雄 致辞时表示 乔生在台湾的表现优异 不只学习课业 也养成重要价值观 乔委会希望在2030年 留用乔生人才达到4万7千人 加强台湾国力 阮昭雄说 未来我们也持续针对 这个产学携手合作乔生装单 海青班 以及一般乔生三大班别 就这个培育生源 扩大乔生 再校辅导 就业辅导师大面相等等 来建立乔生回台就业区域 小小的联盟 我们也重点希望能够进行 相关产业企业的参访 以及推动乔生考取技术征兆 让我们乔生的流用 能够在台湾能够发挥 他们更大的舞台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